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收看少年新聞週記 只要是你可以的事 通通我照你 我是潘兆雯 本期節目精選了很多好料 趕快透過我們鏡頭 幫你抓重點吧 最近在看轉播奧運的時候 常常看到這種公雞的帽子 很多人以為呢 它是本屆奧運的吉祥物 其實不是 但公雞在法國人的眼中地位 可是相當崇高的 而且還代表法國的驕傲 這到底有何歷史姻緣呢 稍後不可不知三件事 帶同學們一起來了解 台灣的媽祖前進日本了 為什麼我這麼嗨呢 因為我是媽祖迷啊 被稱為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 睡魔祭最近盛大登場 嘉義朴子佩天公的媽祖跟虎爺 首度成為遊行隊伍的主角 待會透過我們鏡頭 帶您直擊這動感的場面 行為一開始帶來關心 持續動盪的中東局勢 黎巴嫩武裝組織真主導 在高階領袖被暗殺之後 已經對以色列展開了報復攻擊 雖然到了8月8號截稿為止 雙方並未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但是包含英國澳洲等國際航空公司 已經緊急修改航道 避免飛行附近空域 防空警報大作 以色列北部6號遭黎巴嫩真主黨 大批火箭炮和無人機猛攻 山區到處冒煙起火 高速公路也被炸出彈坑 為了報復一名真主黨指揮官遭乙軍殺害 也替日前在伊朗遇刺身亡的哈馬斯政治領袖 哈尼亞報仇 真主黨放話 這只是報復行動的前奏 將和伊朗夜門盟友合力對抗以色列 就在真主黨領袖發表談話同時 以色列也展開回擊 以軍戰機超音速低空飛越黎巴嫩首都上空 更釋出影片稱直接命中炸毀真主黨軍火庫 眼看中東戰火一觸即發 日本南韓都發布旅遊警示 要公民儘速離開黎巴嫩和以色列 美國則強調將持續對話為局勢降溫 而哈馬斯新領袖 確定由強硬派代表 加薩走廊領導人辛瓦接任 辛瓦可說是最讓以色列頭痛的對象 被認為是去年突襲以色列的幕後主謀 多次躲過暗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正與卡達埃及斡旋 稱已經快要達成停戰協議 但分析普遍認為辛瓦上任將強化哈馬斯的激進路線 恐怕只會加劇停火難度 除了黎巴嫩真主黨之外 其實中東最大危機是伊朗揚言要對以色列展開報復 戰爭一旦開打 外界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 美國總統拜登緊急飛回白宮商討對策 以色列坦克在加薩停進 以軍就戰鬥位置 現在中東戰火一觸即發 以色列坦克朗特下令空軍做好攻擊準備 伊朗外交部則反槍說一定會報復哈馬斯首腦哈尼亞遭暗殺之仇 中東緊張情勢升溫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和妻子吉兒搭機回到白宮 與副總統賀錦麗以及國安高層顧問召開緊急閉門會議 商討中東局勢 華府高層繃緊神經 結果前美國總統川普還在一旁敲邊鼓 川普號稱與電玩實況主網紅螺絲直播 大爆料說伊朗即將對以色列伐盟攻擊 但沒透露消息來源 川普蹭中東局勢還秀了一首花式自誇 說他當總統不會有戰爭 不只中東情勢令人擔憂 孟加拉爆發學運示威演變成政局動斷 由於政府展開了武力鎮壓 衝突一度升溫到最高點 用木棍狂砸救護車 因為反對公務員直缺配合制度 上個月孟加拉爆發學運 數十萬群眾上屆示威 眼見衝突持續升溫 24號孟加拉當局緊急宣布全國宵禁 依舊擋不下全民怒火 最後示威演變成暴動 現場槍聲大作 民眾在尖叫聲中逃命 孟加拉安全部隊朝著人群開槍 冷血武力鎮壓 這場示威是孟加拉史上最嚴重的動亂之一 也是76歲總理哈希那執政15年來最嚴重的動亂 哈希那下令安全部隊把槍桿子對準人民 更讓示威抗議 從社會危機 演變成哈希那被要求下台的政治風暴 這一起學生反歧視運動 終於在動亂當中逐漸落幕 孟加拉總理哈希那辭職 逃亡到印度之後 國會也宣布解散 諾貝爾獎得主現年84歲的尤努斯 接受學運領袖的提名 擔任臨時政府的首席顧問 國會內飄起白煙伴隨著歡呼聲 孟加拉人的示威行動獲得一場絕對勝利 孟加拉總統摔哈布丁解散國會 下令釋放遭判刑入獄的前總理吉亞 聲明中還提到會釋放所有入獄的示威者 軍方也宣布6號結束宵禁 至於下令開槍鎮壓人民的前孟加拉總理哈希那 閃詞後搭機逃往印度 印媒今日印度報道 哈希那下一步是尋求英國的政治庇護 孟加拉董萬之際 學生是為團體先跳出來 籌組臨時政府 歷史代推翻鐵糧子哈希那 孟加拉先局勢卻讓鄰國印度 憂心忡忡 印度擔心孟加拉動亂讓中國 見縫插針 西波地緣政治角力也將就此轉開 看到孟加拉社會動亂 是不是會覺得我們要好好珍惜 生活在台灣和平自由的國家呢 台灣的面積雖小 可是我台灣我驕傲 你看這一次台灣的奧運選手 就是用成績得到世界的肯定 那麼許多的台灣應援團 更是不遠千里到場幫選手們打氣 各種加油的創意大盆發 我們國旗被沒收 把國旗要回來 秀出好不容易拿回來的國旗 台灣人遠赴法國巴黎替我國選手加油 但不只國旗不能帶進場 連自製的加油道具也通通被搶走 就是我同學有畫台灣 但是彎是用一的形狀去代表 海報都被撕掉 然後今天他特別有把這些東西 都打開來看 然後被帶到小房間去檢查 就是我也不知道 他們明明就看不懂 明明沒出現國旗 沒想到就連台灣地形圖 也成了禁忌 還有人印製滿滿台灣味的 臨時乖乖跟醒飛海報都不行 常會高聲歡呼揮舞 台灣隊對齊 但最後趴進場後 應有國旗的應援物再被沒收 粉絲球迷可視絞盡腦汁 發揮創意 因為不能帶國旗 我只能這樣囉 這很酷耶 超酷耶 超酷的 你看台灣 指甲化身小小畫布 圖上國旗圖樣 更寫下我愛台灣 還有人直接在臉上 畫上大大國旗 愛與影響 就是賽事的競技或幹嘛 所以我們就用奧運會期 沒有關係 我們就大膽 讓鏡頭可以捕捉到我們 讓他們知道說 我們台灣人很多人 在支持我們的球員 就怕再被阻攔 突發期想搞應援 各種各樣的創意 就像一路達到金牌的林陽佩 一樣無人能當 看到台灣人費盡心思 偷渡國旗進場 就是要替台灣選手加油 真的是令人感動啊 其實如果最近你有看奧運轉播的話 在觀眾席 應該會看到許多當地人 舉著公雞的logo替法國隊加油 今天的不可不知三件事 就要來幫大家解惑 這個公雞到底有何神秘意涵 許多當地的法國人 都戴著公雞帽 或是舉著公雞的圖案 就有人問了 這是不是2024巴黎奧運的吉祥物啊 這倒不是 那公雞跟本屆奧運的吉祥物 有關係嗎 還真的有耶 他們都在法國歷史戰 有重要的地位 先來講 本屆奧運的吉祥物 伏里吉 好外表看起來呢 像一隻有翅膀的小鳥 其實它是一頂帽子 又被稱為自由之帽 而且這一回呢 它還長出啊 腿 而且還有大大的眼睛 真的是超級可愛的 這是法國大革命的重要象征 像是興建巴黎聖母院 建造艾菲爾鐵塔 人們都戴著伏里吉帽 有並肩奮鬥的意思 你看代表革命 自由跟理性的 馬力安娜女神 頭上所戴的帽子 也是福里吉帽哦 這些意涵 讓人家覺得說 哇 法國人真的是好有文化底蘊 果然是文化之都 但是浪漫的法蘭西 怎麼會這麼跳透 選公雞作為代表呢 好 就要從long long long ago的古羅馬時期說起了 同學們在地理課本上學到的高盧地區 差不多是現在的法國跟比利時這一帶 當時的羅馬人把住在這裡的人稱為高盧人 那這在拉丁語還有另外一個意思是公雞 好本來是呢 魯馬人用來嘲笑法國人自負 好鬥又愛慕虛榮 就跟公雞一樣 不過法國國王可不這麼想哦 路易十四認為公雞既勇敢又團結 而且他的警惕性還很高 所以呢他就下令把公雞的形象作為建築裝飾 但是儘管拿破崙一度認為公雞弱爆了 根本不能代表法蘭西帝國 因此用了雄鷹取代公雞 不過在拿破崙跨臺之後 高盧雄姬在法國大革命期間再度決策了 1793年的印刷品就展示了第一共和國重要的代表物 海胞的周圍圍繞著橡樹以及紅白藍三色旗 上面還覆蓋著無理級貌 至於最前景是一隻高盧公雞和武士大炮 從這裡就知道公雞在法國人心目當中有多麼重要 從以前的郵票和錢幣等等 都看得到公雞的身影 到現在總統府艾利社公大門 以及法國市長聯合徽章上 也都把它擺在C位 法國足球隊以及橄欖球隊也以公雞作為標誌 法國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旗幟 高盧公雞隨處飄揚 下一次在法國街頭看見公雞可別疑惑 這可是法蘭西民族驕傲的代表 看完不可不知三件事我們先休息一下 趕快回來之後要帶大家到日本青森 你發現了嗎 這花燈遊戲的畫面有點熟悉耶 台灣媽祖紅到日本去 到底是什麼樣的神奇緣分把兩者結合起來 稍後帶你解密 歡迎回來少年新聞週記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正式公布自己的副手 有現任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出現 兩個人也在賓州的造勢活動上 首次以競選搭檔的身份 銅框亮相 代表民主黨 角逐白宮大衛的賀錦麗和明尼蘇達州州長華茲 攜手現身賓州的造勢活動 藝術長立刻引來全場歡呼 那接下來的91天 和每天在白宮 都會有總統總統哈利斯的背後 每天 我們會有你的 首場大選造勢上 他也火力全開 左批川普 右打范斯 更隔空對范斯下了辯論戰帖 華茲在中西部出身長大 過去曾經擔任陸軍國民兵 高中老師出身的他 也曾經擔任過美式足球教練 還曾經到台灣傳教過 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後 他也親自赴中國教書 事後積極關注中國人權 形象正直又清明 一改以往民主黨候選人 給外界滿滿精英感的形象 學者分析賀錦麗選華茲 是想要增加白人農村男性的選票 替自己的弱項互補加分 賀錦麗陣營一公布副首人選後 對首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范斯 立刻在造勢活動上抨擊華茲 夹裝挺中部地區的美國人 雙方你來我往提前掀起一場副首大戰 賀錦麗在公布副首人選之後 馬上展開衝刺 二四小時之內連跑了三個搖擺州 眼看最新全美民調 賀錦麗為服領先 共和黨就挖出了華茲黑力 要攻擊賀錦麗 那麼隨著選戰白熱化 明年一月真的可以和平的移轉權力嗎 美國總統拜登就坦言 一旦川普敗選恐怕會引起動盪 關心民眾是不是會中暑 美國民主黨剛出爐的副總統候選人華茲 展現草根親和力 隨即犀利開嗆再提怪異說 賀錦麗在賓州宣布搭檔華茲後 隨即卯足全力衝刺 馬不停蹄再到威斯康辛和密西根州 二十四小時內跑了三個搖擺州 支持者也很給力 每小時平均湧進三百萬美元捐款 一天之內三千六百萬美元 政治獻金到位 華茲一向保護勞工挺工會 在鐵袖帶佔有優勢 只是共和黨也挖出 他曾經酒駕的黑歷史 也攻擊賀錦麗 沒選擇猶太裔的賓州州長夏皮洛當副手 就是反猶太主義 只是分析也反擊是自打嘴巴 川普的副手范斯也不是猶太裔 根據最新民調 賀錦麗全美民調為服領先 但川普在四個關鍵搖擺州 有領先四到五個百分點的領確優勢 美國總統拜登示警 川普若敗選 2021年的國會暴動恐怕會重演 隨著選戰白熱化 選候政權是否能和平移交 也成為關切話題 未來的美國總統不論是賀錦麗還是 川普對於中國的外交政策一定是重中之重 而中國在南海的行徑越來越修正 弗若敏跟越南就決定 正式擱置領土爭端要一起合作 越南的海岸防衛隊巡邏艦 在8月5日抵達了馬尼拉 展開了為期四天的友好訪問 同時飛越兩國也在9號馬尼拉灣 舉行兩國史上第一次聯合海岸防衛演習 那麼聚焦在搜救防火以及防暴任務 時間點就這麼巧 中國也出動了無人偵察機 沿著越南海岸線飛行 動機應人下降 中國對於周邊國家造成的威脅與日俱增 那麼對於台灣施加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台灣面積雖小 但是文化實力不容忽視 像是最近文化奧運台灣館 每天都有各種不同的表演 尤其是本土的歌仔戲 在法國巴黎引起注目 做了成功的民間外交 傳統的原住民鼓調遇上現代電音 碰撞出完全不同的創新活力 最重要的事情是 去傳遞我們台灣的價值 我們是叫世界的人來分享 我們準備好誰 原本翻八輪 原本翻到十幾輪 而當樂琴伴奏的思想起 是旅外台灣遊子最熟悉的鄉愁 還有壓軸演出的風中燈千王歌團 首度登上世界舞台 在巴黎吟唱台灣傳統葬禮的安魂曲 過路關 遊花園 儘管聽不懂外國觀眾 仍被感動的眼淚喊框 投入千王歌證實多年的林宗范 為巴黎準備的節目叫做拼出海 寓意像台灣鮮明一樣 以無所畏懼的精神 出海尋找新生活 而林宗范也在打拼這麼多年後 把千王歌出海 帶到法國巴黎 雖然是安魂曲 卻讓人感到親切與溫暖 這幾年在台灣在打拼做這個 甘魂歌的提供 也真的感動 真的拼出海了 文化奧運台灣館 高高掛起的紅燈籠 半桌用的大圓桌 呈現台灣傳統意象 空運到巴黎 限量一百隻的珍奶冰棒 被稱為台灣LV 限量三千個的茄紙袋 則是為全球觀眾準備的小禮物 每天一開館就被鎖取一空 而各領域的藝術團體 則是把台灣最自由多元的樣貌 讓全世界看到 台灣軟實力世界發光 現在連日本青森也有台灣的影子 被譽為日本三大祭典之一的睡魔祭 出現了媽祖跟虎爺 被做成睡魔燈籠 日本青森夏季最大看點的睡魔祭 熱鬧登場 躲在千里眼還有旋風我身後的 正式遠渡重陽的台灣媽祖 今年是算是青森港開港四百年 青森自己也有媽祖 台灣也有媽祖 那這邊也有一個台灣人在一起製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 就是所有的那個要素都聚在一起 非常好的一個主題 來自台灣的黃曉雯 2022年開始參與製作睡魔 去年她建議以媽祖為題 但掌握決定權的睡魔師卻只想做千里眼和順風兒 因為這對睡魔師來說還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傳統信仰還有神話故事當中少見女性角色 讓女性睡魔相對罕見 周仿先生的第一次就信給了媽祖 而且設計圖總要有所本 黃曉雯今年一月返鄉投票回到了故鄉嘉義 她遇到了有緣人協助牽線 獲得了僕子佩天公不動天后的資料 便決定以此為願行 但正面主題決定了那背面呢 佩天公的胡爺一個看天一個看地一個看人 是媽祖的得利助手 也是斬妖除魔的神明 睡魔正面有龍背面有虎又能配成一組 我認為是否會成功 所以我已經知道台灣的事 所以我希望能夠更加深入 本週國際間有哪些重要大事 時事Blues帶您快速掃描 北約第一批F16戰機已經抵達烏克蘭 讓烏國空軍戰力大大提升 不過俄羅斯也宣布展開第三階段的戰術核武演習 演習地點還包括烏克蘭四個佔領區 這使得烏俄戰爭又將一觸即發 梅爾談判多年終於達成共識 得以換球成功 包括三名美國籍的華爾街日報記者 一共有20多名囚犯獲釋 這已創下美蘇冷戰以來最大規模的換球行動 外界認為美俄兩國在交惡情況下還能換球成功 德國居中斡旋功不可沒 中國電商龍頭販賣的服飾商品 居然有三分之二重金屬檢驗都不合格 包括涼鞋、泳衣和嬰兒服飾等等 至於夏天熱銷的游泳圈和海灘排球也是速化及超標 由於這些有毒物不但可能誘發皮膚炎 肝功能受損甚至罹癌 引發消費者的恐慌 看完今天的節目如果你有其他想法或者是不同的意見 記得到我們的各大平台留言表達你的看法 如果想要看到更多精彩內容可以在YT、IG以及FB 搜索我們的少年新聞週記 記得要追蹤起來唷 感謝大家的收看我是潘兆文 掰掰我們下次見囉